胖虎竟然成了天籁之声,唱歌变得超级好听,这一切竟然只靠一颗糖果。 那天,大熊一回到家,就发现蓝胖子在摆弄一个新玩意,这是声纹糖果制造机,每个人的声音都能生成声纹,这和指纹一样,每个人都是不同的。 蓝胖子用话筒捕捉到了大熊的声纹,然后制造出了一个糖果,只要吃下这个糖果就能模仿大熊的声音了。 蓝胖子吃下糖果后,模仿大熊那叫一个像,就连经典台词也是张口就来。 熊每天不是吃就是睡,要么就是找蓝胖子哭诉今天受了什么委屈,作业是肯定不写低,现在就打算马上去睡大觉了。 然而妈妈这时刚好进来送点心,听到这句话,怒火已经冲上了天灵盖,大熊被骂了一顿之后,只能乖乖写作业,他一边写还一边发牢骚,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妈妈的声音,大熊被吓了一大跳,只能乖乖闭嘴。 然而这次是蓝胖子吃了糖果发出来的声音,妈妈根本就没有在房间里,大熊的心脏都要被吓出来了。 大熊趁着蓝胖子睡着之后,马上扔掉了作业,拿着这个道具出门去炫耀了,他在半路上碰见了小夫,可是他并不想变成小夫的声音, 所以表情并不怎么高兴,和小夫就不一样了,他一见面就给大熊送了一份大礼,这可是独唱演唱会的VIP门票, 仅此一张,他就免费送给大熊了。 大熊这个傻孩子,竟然就这么收了下来,结果打开一看,这果然是胖虎的演唱会,他想退回去也来不及了, 因为胖虎竟然出现在了他面前,在胖虎的胁迫下,大熊又拿了十张门票去送人,结果只好把静香和其他小伙伴全都脱下水了。 今天是胖虎的生日,所以他打算唱的昏天地暗日月无光,孩子们都是一脸生无可恋,好不容易活着熬过了一首歌, 谁知道因为小夫的吹捧,胖虎竟然打算再来一首,再这么听下去,就要连命都没了。 还好蓝胖子集中生智,让胖虎吃下了生文糖果,这下他的歌声,竟然突然变成了天籁之声。 大家都被这美妙的歌声洗涤了心灵,这简直就是天使的歌声啊。 原来这个糖果里的是电视上有桂莎之小姐的声音,难怪声音这么好听,孩子们都让胖虎再来一首,而胖虎也得寸进尺, 不光是在空地开演唱会,还去了电视台参加歌唱比赛,评委们都被胖虎的歌声所震惊,于是马上让他入围了决赛。 胖虎为了感谢大雄,把之前抢走的漫画全都还了回来,甚至扭扭捏捏地说,想让大雄继续当他的好朋友。 当然啊,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大雄再给他一颗生文糖果,因为他还要上电视比赛的呢。 可是胖虎所不知道的是,糖果的有效期只有半小时,等到他上台的时候,效果已经过了,所以他的地狱歌声就通过电视机传遍了整个日本。 那一瞬间,整个日本都受到了恐怖的声波攻击。 第二天新闻里,甚至都在播报此事,昨晚全日本的电视都同一时间坏掉,民众陆续出现身体不适现象,受害情况还无法明朗。 胖虎歌声的威力,简直堪比何武器啊。 经过了昨晚的出丑,胖虎也来找大雄的麻烦了,蓝胖子为了保命,马上给大雄吃了变生糖果,让他变成了胖虎妈妈的声音。 胖虎听到这声音吓得扭头就跑,两人总算是得救了,这个道具可以让东西恢复成最初的样子。 纸张还原成树木,火腿还原成动物,没想到小夫家里的东西全是假货,只有一样是真的。 那天大雄又考了零分,他还因为不知道试卷的纸张是树木做的,而被胖虎和小夫狠狠嘲笑了。 他跑回家去找蓝胖子诉苦,怎么都想不通只是怎么来的,蓝胖子只能拿出了还原灯来给他解释,用他照射纸张,就能让他变回大树。 不过效果只能持续半小时,大雄根本不知道身边的东西都是什么做的,于是拿着还原灯到处乱照。 蓝胖子则在他旁边负责解说,他拿着手电筒照了照窗户,玻璃马上被还原成了一堆沙子,因为玻璃就是把石英沙。 苏打粉,石灰石等材料混合制作出来的,榻榻米则是用灯芯草晒干之后编织而成,红螺烧是用小麦红豆砂糖还有鸡蛋制作而成。 大雄又跑去楼下继续探索,吃饭的碗被还原成了陶土,刀子和叉子则变回了铁矿石,塑料盒子都是石油做成的,冰箱里的寒天和蒟若都QQ弹弹,但是原材料却完全不同,蒟若是蒟若玉制成的,寒天则是用叫做石花菜的海草制成的。 与此同时,爸爸和妈妈正在家里招待客人,客人大叔非常爱喝酒,妈妈对此很头疼,根本不想伺候这种酒鬼。 大雄为了帮妈妈的忙,干脆把他们喝的酒都还原成了米,爸爸吃到杯子里的米,还以为自己喝多了产生幻觉了,他正要吃桌上的火腿,大雄就把它还原成了活蹦乱跳的猪和牛,然后桌上的食材们也全都变回了动物,从母鸡到海鲜全都活了过来。 爸爸和客人都被吓得要命,整个房间也都乱成了一团,客人这下再也不会赖在家里不走了,他穿上鞋子把腿就跑,再也不敢在大雄家里多留一秒。 妈妈听到房间里的动静,怎么觉得里面有点吵啊,大雄赶紧拦住他,只要半小时候进去就没事了。 之后,大雄和蓝胖子又拿着还原灯去向小夫炫耀,没想到,小夫竟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做的。 大雄一时气不过,正要把地上的虎皮地毯变回真正的老虎,可是地毯却变成了一只小兔子。 原来这个地毯根本不是用虎皮做的,小夫家的假冒伪劣产品可不止这个,墙上挂的路头是猪皮和塑料做的,桌上的纯金百件是用铜做的。 小夫气急败坏地想把还原灯抢过来,一不小心却照到了妈妈手里的印章。 谁知这个印章,竟然是货真价实的象牙,他们家都快被大象给踩平了。 唉,落落了呀,大雄全家人都沉迷赌博,本以为可以迎来别墅豪车,结果却把自家房子都输没了。 那天大雄又在感叹生活好无聊,想要蓝胖子找点乐子来玩,于是蓝胖子就拿出了这个道具,机会制造者。 他看起来是个会说话的帽子,实际上却可以通过完成挑战来实现愿望,就拿铜锣烧来说,赢了挑战就能数量翻倍,输了的话,这个铜锣烧就会消失。 蓝胖子的挑战内容是剑球,这个内容还算简单,所以他成功吃到了双倍的铜锣烧。 大雄也学着他的样子,要求把漫画也翻倍,他的挑战内容是彩球30秒,虽然过程很惊险,还把蓝胖子给压扁了,但他还是做到了。 大雄又提出希望作业能变少,这次要挑战的是射击,成功就能不写作业,输了作业就会增加5倍。 大雄本以为这下肯定稳了,但是他开枪时却打了个喷嚏,结果当然是射偏了,他都要被作业给淹没了。 妈妈觉得要洗的衣服太多了好辛苦,机会制造者立马就来了,妈妈在大雄的怂恿下接受了挑战,他需要在10秒内完成穿针引线,妈妈的眼神不好,但还是成功了。 于是这顶帽子帮妈妈洗完晾干了所有衣服,妈妈也因此尝到了甜头,打算继续做一个快乐毒狗。 爸爸在偷偷品尝收藏已久的威士忌,机会制造者表示,只要他能尝出不同酒的名字,就能让这个品酒变成10倍。 如果失败,酒当然就会消失了,爸爸信心满满的参加了挑战,结果却把晚霞威士忌说成了朝霞威士忌,这下他所有的酒都没有了。 这时大雄看到了宣传单上的汽车,打算给家里人也赢一辆,如果挑战成功就能有新车,如果失败所有家具都会消失不见。 爸爸妈妈还有点犹豫,大雄直接忙了上去,他需要在30秒内创作出10种不同的花绳,这可是大雄最擅长的,过程虽然惊喜,但他还是做到了。 于是,大雄家里真的拥有了一辆新车,这下爸爸妈妈彻底被赌博的好处迷惑了双眼,一看到有了车子,又想要有大院子,只要挑战成功就能有宽敞的庭院,失败的话房子的屋顶就会消失。 但是,妈妈一上头就接受了挑战,他需要把这些洗好的衣服全部叠好,妈妈作为家庭主妇还是很厉害的,他竟然小宇宙大爆发,在最后一秒完成了挑战,于是大雄家又有大院子了,人类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,现在一家人又觉得小小的房子,配不上这么大的院子,想要赢一桩大别墅出来,可是这次挑战如果输了,他们家原本的房子就没了。 爸爸接受了这个挑战,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把高尔夫一干净动,然而,事实就是这么残酷,他们这一路的顺风顺水,终于在爸爸这里宣告结束,他们家的房子瞬间就消失了,现在房子都被输掉了,蓝胖子只能拿出了折叠屋。 到了晚上,一家人都坐在只做的折叠屋里吃饭,路过的孩子都要对他们指指点点,哎呀,这实在是太丢脸了。 好啊,本期问题,你最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呢?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,咱们明天见。